李嘉欣豪门梦碎?公公420亿遗产一分不留,每月发200万生活费 近日,有媒体报道,称李嘉欣公公许世勋在逝世前早已立下遗嘱,自己所拥有的420亿遗产将不会分给自己的独子一分 打开今日头条,查看更多图片 不过,在财产分配上,为了保证儿子一家的日常消费,许世勋专门设立基金让李嘉欣许晋亨夫妇每月可以固定零到200万左右生活费 新闻一出,不少网友直呼震惊,表示富豪家庭果然不一样,200万医院对他们来说仅仅只是不被饿死的程度 但是,也有网友提出,200万一个月对日常起居早已习惯奢侈的李嘉欣夫妇,也许真的不一定够 网友这样的说法是有原因的,其实,李嘉欣就曾坦言对于他来说,物质对他而言很重要 而在嫁进许家之前,李嘉欣恋爱经历大都与富豪有关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为古坛狙击手刘鸾雄女友事件 这段感情也是李嘉欣盖章承认过的,当时的刘鸾雄虽然已是有夫之妇,但是李嘉欣依然无所畏惧,还坦言刘鸾雄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两人分手后,李嘉欣也曾传于已婚企业家旁为人关系匪浅,两人还曾被拍到两人与夜中密会 对于这个绯闻,李嘉欣并没有承认,表示两人只是朋友关系 李嘉欣最终还是嫁入豪门家族许家门下,不少人因此认为李嘉欣多年来所追求的就是嫁给富商,过上富足的生活 如今许家门人世事留下420亿却不留夫妻二人一分钱,取而代之的是200万一月的生活费,对于李嘉欣来说也许算是不小的打击 不过,也有网友表示,李嘉欣嫁给许静亨后乐于相夫教子,虽然无法继承遗产,但是现在的生活已经足够幸福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